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颗石柳花 我这个石柳花现在长得也非常的旺盛 这个新的枝条也非常的多 那么现在它主要是长得有点凌乱 由于现在还没到它的花期 所以趁没到花期 我们要及时的给它整理一下 还有里面的这些过多的枝条 也要给它修理一下 那具体要怎么给它修理呢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颗石柳花的修理的一些方法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石柳花 现在它是一个斜坡状的 这样的话靠墙仰的时候 它光线从这边过来 那么它每一个地方都能接收到光照 所以我这颗石柳花呢 故意把它修剪成一个斜坡状 然后呢 这个时候它长得这个新的枝条比较多 趁它这个花期还没到 给它修理一下 把这个石柳花这个株形的修剪得更加的饱满一点 那么我们把这个石柳花 把这个外观基本修理好之后 里面这些交叉的枝条 我们也要给它剪掉 我们修剪里面的交叉枝条呢 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它不要浪费太多的养分 因为里面的交叉枝条 它接受不到太多的光耗作用 所以呢 它也会浪费非常多的养分 把它修剪掉之后 那么这个养分呢 就会供给一些新的枝条 所以我们给石柳花修剪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好 哪些该修剪 哪些不该修剪 像这样修剪的话 它里面就会比较空 上面这一部分也比较饱满 不会影响到营养的浪费 而且还可以保持整个猪型饱满 那么我们修剪完成之后 要及时的给它补充一些富饵肥 如果大家有一些有机肥 比如说羊分啊 鸡分都可以使用 如果大家不喜欢用有机肥的话 可以用这种树下的富饵肥 因为这个富饵肥呢 它是荷兰进口的 跟其他富饵肥有所区别 它里面不单单含有氮磷钾元素 其他微量元素也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石榴花施肥的话 尽量的选用一些 各种微量元素比较丰富的 当然如果大家喜欢用有机肥的话是最好 比如说一些羊分或者是鸡分 这种肥是非常好的 比这种无机肥肯定会相对好很多 所以趁这个时候石榴花还没进入花期 我们要赶紧给它适当的修剪一下 保持它整个株形饱满 而且不要给它过多的杂乱的枝条 交叉的枝条 不要给它浪费太多的养分 把这些养分继续挤来 等到花期一到了 我们再用零食二斤甲促使它开花 这样的话花期一到就能让它开花满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